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飞匠为你带来的 小号那个风云再起加强版的实况 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比较有一个小小的2P大圣哥 来看说话精彩的绝 走发8神vs雷池夏尔米 1P是1-2问2P3问 嗯 这下BC没有开起来吗 失误了啊 哎 这手战CD 我有缺乏 我天 这8神不会被直接带走了吧 尖中解放漂亮 这波应该是一条带走 发生的才华 是呢 刚刚好啊 不多也不少 呜 好吧 剩一丝血皮 怎么说 这波下C发个波 对此1P断动 发生厚厚百科车发波 你像这种情况对吧 比较极限的残局呢 发生这种角色的性能就能展现出来 要波有波 还能快速的拉开距离 好的 这手前跳可以 大声哥这手一读 摸响摸中 大蛇蹄直接带走 那看下一回合 小小这手撑过汗 好的开局战CD欲读 突抗转锤 哎呦 再转锤 对此2P的生龙 这一下好痛甜老爷 再转锤磨血 大声哥只剩一丝血皮 连跳进攻 还跳两千大跳青角 下边来灵式直接怼 看这灵式伤害多夸张 兄弟们 跟这个98的无视比起来 是有过之而无复及 好的 又是一波大正落逆 带走对侧一辈的站重腿 那看下一回合 果然这个陈国瀚这种角色啊 虽然说 拳脚比较硬核吧 但是太笨重了 嗯 耐落 可惜打点过高 一匹战锤抢过来带走 半月斩生龙 看一下大声哥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角色 发神 双方这局都有发神 开局个双龙很准 哦哟好 种权类为葵花 起点音料倒 哦哟 谢风 双龙八字你 但是这下打点过高 没连上 刚才大声哥也是比较 敢操作 起身敢赌谢风啊 还好小小这边 确反做的不是很到位 不然自己肯定要被一套狠揍 先先延迟是点下盘 没有对错而去的拆头 大声哥很稳 泰山崩于前而面部改色 哎呦 这手什么鬼 这是想抄插对策 人记着大腿收招吗 不是很清楚 但是应该是禁止裸杀的呀 一分零比一 那看下一局 小小这边有点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刚开局嘛 可以理解 来看这局 小小首选一个猴子 首发依旧是 Celleggy vs大猪 只不过两边换过来了啊 罗伊比争利则 前大一条奈洛逆向防得很稳 前剑生龙对则 RB的后跳CD 怎么说 小小这手草地非常的灵性 不愧是 阿灵日风云 依稀版的高手 对吧 这小草是经常用 奈洛敲倒争利则 RB 罗伊比 躲开争利则 但是还是被紧追着一顿揍 罗爆BC 有点慌哦 神哥这边 哎呦 前前 就是放针 好 奈洛敲倒下比赛 灵世 漂亮 你怎么打我的 我怎么给你秀回来 那看下一回合 有仇当场就爆 立刻就爆 来看大神哥这边 威斯 哎呦 好的 后后直接被拉面积 拉中 中断则中带走 又秀一波黑光 帅呀 大神哥也帅起来了 那看下一回合 小小这只首犬的猴子 吹 嗯 想开BC 拉面积乱动 谁下是不能动的哟 下笔单点 指令头车杀 跟上五连摔 很痛 再摔 完了呀 这只拉面积要活活 把这个猴子给摔死了 兄弟们 这猴子 天老爷 不愧是拉面积 这个角色兔子用得很溜 我记忆深刻 来看小小的特瑞 怎么说 火焰中拳好 下臂战C走 有节奏吗 好下臂加一走 Mix能量喷泉 照星角抢空 前出战C打拆头 但是RP防得很稳 不急 中断防得很稳 下次来不 火焰中拳 等生龙吗 没有 大神哥这边 四姐还没有放弃 但是特瑞这手 青骨鸡风味 确实没有办法 卡的身位特别的远 即使能量闪身了 也不可能第一时间 就抓到我指定头 把这不是酒气 对空生龙超杀跟上 漂亮 各位这边撕血 包子两脚 哦呦 但这边第三脚 直接收招被揍 漂亮 Mix能量喷泉 哎呦 但这手前大跳 被反地头 比分0-2 那看下一局 小小啊小小 对手手握三个赛点 小小能否立万狂蓝 猴子 收选一手猴子 扩发K-VS大叔 走 开局顺次超热扳机 就知道你要动 漂亮 嗯 连跳进攻 好有好的放针 对则而推的路AB 超杀跟上 但是没接上 把戏脚缺反 小小好凶 前窗 哎呦 好险 裸一臂生龙 超杀跟上 对则而推的后AB 小中腿逆向 可惜打顶过高 霸西角对则 一滴发泊 大圣哥这边角色 虽然很弱 但是没有放弃 电竞精神 鼓掌 来看下一回合 大圣哥这边的东胀 小小看来是真的愤怒了 上一局怎么能输呢 对吧 可惜了 嗯 还裸一臂 这东胀很想进攻 连跳进攻 下臂两点 下死一走 生龙循环 但这手超杀要接吗 超二半击吧 还不选择超二半击 而是选择丢眼镜 可以的 而是系列一套 才两套死 下臂三点 打野放针 就是小跳A小跳B 进攻击点杀 什么情况 哇 还在防守 还在进攻 要破防了 二臂只能先拉开距离 大圣哥有机会吗 有隐藏吗 没有 一丝血 还没有放弃 哎呀 但是大圣哥也尽力了 这东胀没有远程波 没有那种一平远点的波 也没有指令头 确实不好操作 破防的手段太少了 只能靠前脚 看一下 二半击取消 想去反 又被生龙 小小彻底疯狂 这K-Dish 活动 K-Dish表示 我要打十个 下个赛生龙 没有生龙 选择发波 小生龙被骗 这一下应该是没了 一小踢开 打西头生龙 大舌踢 来看小小之鞭 日发出场的 雅典娜 两边的操作都很极限 看得出来都有火气了 但看得出来 小小是真的愤怒了 看一下这手 前跳中的可惜 没有确认 这下为什么没有确认 但是无所谓 对手只剩一丝血 空头直接收掉 一分一比二 那看下一局 小小这一局的愤怒 也是帮他拿到了一分 但是一直靠愤怒 肯定是不行啊 是吧 再而出来三日劫 肯定是要去考虑一下 怎么对策 比较合理 大生哥这手手画的有力 下一发波摸一下 到中腿过波 有力这手力回溯的 很谨慎 全角各种占便宜 一批已经半血了 黑带士跳C逆向 连续跳C逆向 防得很稳 回身被骚 但是二批连断15天了 一批却反送的 并不是很到位 伤害很低 连跳进攻 二批要破防 再或小小疯狂进攻 大师哥疯狂在打太极 生龙抽杀漂亮 对手一批在连跳进攻 波动队前冲 还好生龙 你想到这有力也能做波升 而且这个波不是虚立一波 可以的 很强 再去一波 战士地狱夺 好 下笛单点去 反带走 淘汰爆弹 那看下一回合 来看大圣哥这边 二发出场的 又是大猪 怎么总有大猪 不是你选就是我选 好 下星角单点对作 一批的战轻拳 起身战A是什么操作 这波被骚反 他是骚反揍的 并不是很到位 好的 霸西角摸奖摸壮 超杀跟上 弹害还是有的 只不过很难打出来 带走 大猪这个角色 相对来说 还是太笨重 来看大圣哥这边 K49 要一反两个 有点难 好的生龙车杀 对空漂亮 这手BC取消 反腰角近身 前冲下笔赛 早无攻守 光速秒掉一人 那这场比赛 胜负有为何是 究竟是1比3 还是比分打平 什么一代 看一批的新加法 好的 罗伊比战C 对做一批的战CD 走 暴戏空中 车杀跟上 那游戏结束了呀 这思写大圣哥 还面对一个金加帆 面对老小的 小小的金加帆 好的 这手卡针生龙 应该是想预读 一批抢开普通头 来前冲战CD 确反输 怎么说有机会吗 还剩一字写 狗C抢空 有机会 好下一单点 硬藏着一只梗 比分1比3 带来关注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帅呀大圣哥 帅呀大圣哥